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觀眾朋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立法委員林玉芳委員 大家好 前立委蔡振元委員 大家好 新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張妍廷老師 主持人好大家好 觀眾朋友今天節目 這節節目開始我們要特別來關心 已經陳吉已久的中印關係 最近開始不平靜出現了一些變化 今天我們要帶您來一次掌握到底怎麼回事 這是來自於華府的智庫戰略 與國際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說 中國大陸啊 畫面上我們來看到 目前正在一個荒涼不適合居住 喜馬拉雅的山邊還有印度 存有激烈爭議的這個邊境沿線上面呢 說在這邊建了數百個村莊 最新的進度我們來看到是根據 新聞週刊所做的一個報導說 中方在印度的阿魯納查省 好畫面上我們特別帶您來看到 這邊是中國大陸 印度在這邊喔 那爭議地區我們現在要特別看到 就是這塊紅色的這個地方 阿魯納查省附近呢 總共是有四個點 在這邊呢 建了軍民兩用的村莊 還有軍事的基礎設施 並且稱呢 這個地區啊 就是藏南的一個部分 我們今天要來特別關心喔 這個我剛剛說了 層級已久的中印關係 現在突然間又有一些新的消息 華府智庫美國媒體恐怕又要見列欣喜了 是在預告 層級陣子的中印邊界爭議又要升溫了嗎 我們也要來關心說 這個小小的村莊喔 叫做小康村 可以進行什麼樣的一個軍事上的活動 蔡委員 我覺得美國人喔 不是精神有病 就是學識上太過低落 才會寫出這種報告 尤其是SIS 我要說明的喔 這個阿魯納查省啊 在中國的立場 那個叫藏南 1962年啊 這個中印邊境爆發戰爭 就是在爭斗這一塊 但是當時的解放軍獲得全面的勝利 把印度趕回到這個南邊裡面來 整個都是歸於中國了 後來中國好像是禮儀之邦啊 我打贏了我就退了 所以我們把它留下來爭議慢慢來處理 結果啦 印度就趁著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就進去了 又再進去 又再進去 然後這個 就是正式把它建為一個邦 這個是1972年以後的事情 所以印度認為他的 他大陸上絕不承認啊 我打贏你 你退了以後 我是客氣要跟你好好商量 對不對 你沒有商量你就進來了 所以那個他們叫 叫是誰的土地 現在是叫爭議中的邊界土地 但是也不是完全由印度掌控啦 靠中國邊界這邊很多土地 還是中國解放軍掌控的 所以前段時間不是有 有所謂十七時代的戰爭嗎 他拿石頭丟啦 那是在山谷上才會這種情形 那現在什麼叫小康村 我覺得這個CSIS是少見多怪 這個是習近平的脫貧計畫 前段時間不是有脫貧計畫嗎 這個脫貧計畫在全中國 任何靠山邊 或者任何靠邊疆地帶 就是把所有的比較落後的地方 都主動花錢蓋小康村 北重黑龍江 南道的廣西雲南 甚至於這個江蘇也有 福建也有 為什麼靠近五一山 然後包括河南也有 幾乎每個省通通都有 他為什麼叫小康村呢 就是習近平講的 我們要有小康計畫 所以底下的幹部 就通通把他叫小康村 全中國少數幾萬個吧 那為什麼小康村 這個其實是大陸一些經濟學家提議的 就是一些山區跟鄉下的老百姓 他們住的都很偏僻很遠 這戶人家跟那戶 有點像我們那個原住民山上 這戶人家跟那戶離得太遠 然後講話又喊了 還可以唱三歌 好像很浪漫 可是現實問題來了 我電線怎麼拉 所以電力就不好拉 第二個我能源怎麼供應 天啊瓦斯 我怎麼可能拉那麼線 我講個開玩笑的話也是真實話 我們在那個內湖跟汐止的山上 有很多的北樹群 可是天然瓦斯沒有人拉上去 因為成本太高 所以到現在他們還在扛瓦斯桶上去 那北樹區還扛瓦斯桶 那他們這個地方能夠扛瓦斯桶嗎 所以廢水處理 總不能一戶坐一個 抽水馬桶都很難搞啊 最後之後他們就想了一個方向 那附近地區 我就集中差不多20戶到50戶 我就成立一個小康村 那這樣一來的話 我汙水 汙水處理好處理 成本低 然後我供應那個 這個什麼 能源好供應 我拉電線好拉 這個是整體 而且他們生活 因為環境改善了以後 他們生活水平可以提高 那可以在附近做一些農場 做一些東西 然後可以有各種機器設備進來協助 要不然你一個站在山頭 一個站在山頭 你要怎麼搞啊 所以就在山的山谷地帶 就會成立很多這種小康村 不見很多 什麼建歐寺 不見叫建歐寺 還有廣東梅縣 哇它什麼 就是一大堆 要嘛就在山旁邊的山谷 要嘛就是在那個邊疆的地帶 那麼這個要嘛就是那種 在那種大曠擬沙漠的旁邊 就這麼多小康村 大陸大概有一兩萬個 我是沒有去仔細問看統計書的 我知道很多 那這個小康村是對藏人來講 他當然要找河谷地帶 河谷地帶你運送交通方便 第一個要交馬路容易開 電線容易拉 這個污水系統容易處理 生活便利的設施容易進去的 那當然蓋在這山谷 山谷偏偏就在藏南靠邊界的地方 總不能搞在更高的地方吧 然後就把這些藏民們 集中在一起 然後比如說你要到山上放牧 才有辦法歸什麼產業道路 我們台灣的產業道路 這樣一個弄上去的 這全世界經濟學校就認為 這是一個成功的計畫 這是好的事情 這是一個有意義的一個推動 是人類在二十一世紀所看到 最成功的脫貧計畫 原來有六億人因此而脫貧 那你CSIS說 你眼睛是什麼 你眼睛是出了什麼問題 是紅內障還是黃內障 只看到什麼 喔你在那邊喔 你有軍事用途 那當然人多了就要警察不是嗎 人多了就要有軍隊巡邏 尤其在邊界 山區 對不對 就要警察邊界就要軍隊巡邏 你美國的墨西哥邊界 你多少軍警在巡邏 然後你說喔不行啊 加強軍事 那一點人能夠加強什麼軍事 是什麼 拉個炮兵來是不是 還是拉個裝甲營 還是哪個控軍基地 很好笑 那因為這些地方 離機場也會比較交通比較方便 也不像以前喔 從山上下來 弄得好遠 對不對 對老百姓好的 你就用有色的眼光 去做出這種違反 這種理性跟常識的判斷 說啊為了跟印度打一仗 印度打一仗 解放軍開了就好啦 對不對 核子武器搬出來就好啦 還需要什麼 這小康村二十戶五十戶 人家能幹嘛 是 所以我是覺得美國這些智庫 既沒有常識又只會說謠言 是 唯一幫我們講得很清楚 這個小康村目的是要扶平 等一下請將軍來繼續幫我們補充 又如何看這個小康村的部分 但是事實上這個中印邊界 確實一直存在不信任 跟一個不平靜的關係 我們從近期呢 中國大陸對印度的人事佈局上 也有了一個最新的進度 來看到的是這位 大陸駐印大使一直呢 在玄圈一年半之後 終於了 新任的大使這位呢 徐飛鴻 終於是在2024年的5月10號 這一天正式的上任了 畫面上我們來看到 徐飛鴻的小檔案 他說呢 從2020年的6月開始 中印就保持了一個外交軍事的溝通之後 他認為雙邊的關係局勢總體來說 是穩定可控的 他也說呢 邊境地區也都是和平安寧的 好話雖然是這麼樣說 但是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回顧 中印邊界其實最早最早 是以麥克馬洪線為一個共識 剛剛委員幫我們提到了 1962年當時爆發一個比較大的衝突 中印邊界的戰爭 接著雙方在1993、1996 這兩年都陸續簽了 關於這些實質控制線的一個協議 一直到了2020年 這一場的這個激烈衝突之後 彼此中印的關係 互信關係正式的打破 一直到今天其實都沒有太好的一個轉變 中印邊界現在目前 潛在最不穩定的因子 委員認為是什麼 林委員 第一個是因為印度人 忘不了1962年那場戰爭 剛剛鄭元也講 對 因為這場戰爭裡面 印度被打得非常慘 戰爭以前的高調 就唱高調唱得很高 高響路遠 然後就真的是慘敗 攻軍如果不停下來的話 那真的連德里都打進去了 因為他已經從高山到了平原了 所以印度人覺得很丟臉很丟臉 是毛澤東是很奇怪一個人 你佔領了藏欄 你把印度給打垮了 然後他又撤軍 撤回到原來的那個停戰的那個部分 所以整個藏欄又被印度人 又重新把它佔領 又回去 這是很奇怪的事 但是不管怎麼樣 第一個就是印度人覺得他們 那場戰爭讓他們覺得非常的丟臉 是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覺得他們經濟發展得不錯 他們的外交的局面也很好 然後他們的軍事力量 在過去這些年來也採購了很多 以前主要是依賴這個 跟俄國採購武器 後來其他國家 法國啦 甚至包括像英國啦 美國武器都開始採購 所以他有一種新的驕傲 舊的那個仇恨沒有消失 對歷史的那個仇恨沒有消失 被打那麼慘 新的驕傲出現了 他認為說我現在已經不是 昔日無暇安盟了 如果再來打的話 你不見得贏得了我 他這樣認為 的確美國是賣很多新的裝備給他 尤其適合在高山高原作戰的 裝備都有了 第三個原因就是美國的鼓動 美國認為就是說 他就是要圍堵中國大陸 對 他圍堵中國大陸 所以在中國大陸的周圍 盡可能把每一個人都收納為 很堅實的一個盟友 然後一起來圍堵中國大陸 那印度這一塊很大 而且很重要 所以印度得到美國很多的鼓勵 很多的這種甚至支持 你看很多的廠商 他們就 美國政府就叫他們 不要到中國大陸去投資 有些投資盡量到印度去 到越南去不要到中國大陸去 iPhone也去 對 所以印度人他有一種 就是說覺得他有信心 你知道 1962年那種戰爭 其實蘇聯跟美國 基本上是幫助印度的 可是還是慘敗 他覺得幫助力道不足 這次在他打仗 他認為美國會幫很多 不過我覺得這個最不穩定的 當然你要施子講 就是麥克馬虎這條線 因為中國大陸覺得說 這個是不平等的 這樣的一個處置的方式 是你英國人在那邊搞鬼 讓我們丟掉這麼多的土地 然後你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以後呢 你又把這些東西又交給了這個印度 所以他有憤恨不平 的確當時是這個 英國這個外交官 是欺騙了這個西藏的代表 說你知道我們會給你獨立 我們一定會幫忙你讓你們獨立 西藏獨立 但是你要答應這個條約 這個條約就是你們要割出一部分的土地出來 我們才會支持你們獨立 所以西藏代表被騙了嘛 那袁世凱可沒那麼笨啊 所以袁世凱後來告訴這個中國的代表說 你在草約上面簽了字 現在你給我車簽啊 所以從那以後 大概這個中國是不接受麥克馬洪線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騷亂的因子 但唯一一點可以樂觀就是說 印度人也有很務實很現實的那一面 他知道在那個地方作戰 也不是好玩的啦 所以他有時候姿態做得很足 你看他們有時候閱兵的動作 或是跟巴基斯坦在邊界 他們在那邊舉行典禮 踢真步那個方式 都覺得很誇張對不對 對 印度人是這個有很誇大的一面 但是真的要打仗 我如果看他們三四而後尋 繼續請將軍您如何看 現在的互信是不是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建立 尤其是其實印度總理莫迪第三任期 他接受採訪 他還特別強調要跟中國大陸 持續的對話解決邊境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都沒有被解決 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這個是結構性的問題 歷史性的因素都一直存在 沒有辦法解決 中國大陸跟印度 軍籍的談判都已經二十多次了 因為軍籍談判怎麼會那麼多 我們知道軍籍程度是相當高的 我們從排籍 連籍 營籍 再來就是旅籍 當然有時候旅籍上面是有團籍的 再來一次是師籍 師長一個作戰師 再上面才是軍籍 軍籍很高了 進行了二十多次 沒有達成共識 雙方沒有共識 沒有共識 沒有共識就是彼此的互信不夠 那不夠的話 那這樣子中國大陸就變成弱師 他講到中國大陸現在強調了實力原則 我把實力擺出來 所以才會有講到小康村 六百二十多個小康村 是這個樣來的 小康村它就是 現在中國大陸現在這樣子 對於這個藏南地區 先囤墾 你小康村就囤墾 人過來嘛 人一拒絕就囤墾 囤墾之後移民就過來了 因為我在小康村蓋好了 我幫你蓋好 然後你過來這邊囤墾 那就是移民了 有移民之後呢 我們在小康村就變成 會有經濟活動 那在經濟活動 軍隊也在那邊 變成軍民一家 它附近有一些軍事設施 就是保護這些安全 那前線還有前線 前線的設施是對著印度 這個我們講小康村的軍事設施 就是保護這些的經濟上的活動 那這樣子 經過了囤墾 經過了移民 到最後面經過了經濟上的活動 那這個讓軍民交融了 而且我們知道 這個川障公路跟川障鐵路 這交通很發達的 很方便 那門唯一的缺點 就是它飆高4000公尺 那中天空有的人 大概要經過一陣子才適應 要不然會有 我們叫做高山症 是 高山症 因為那個氣壓相對的低 氧氣量含量不夠 但是你住一陣子之後 因為這個地方 已經可以有這些小康村了 久了也就習慣了 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就落實在囤墾 那這樣的話 軍民在那邊一家 公路也開通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川障公路跟川障鐵路開通了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 印度的實施是什麼 印度的實施海洋戰略 因為印度看到中國大陸有個短板 因為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員進口國 那它的人員又是依賴海上運輸 從中東地區嘛 不管從伊朗買的石油 伊拉克買的石油 阿聯酋買的石油 還有沙烏地 就沙特啦 我們叫沙烏地阿羅 通通都要經過印度洋 從阿拉伯海出來 穿過中印度洋 然後進到安達邁海峽 那在中印度洋跟安達邁海峽 都是印度管控的 那70%是海運 都要通過這邊的掐住 因為人員線就是生命線 你打仗 或者平常的這些經濟的活動 都要人員 不光是天然氣 也要石油 是這個要 要抓到這個 你都要通過海上運輸 因為海上運輸是最大宗的 當然有油管通過哈薩克跟那個 我們叫中俄邊境 有 但是那個量沒那麼大 是 油管運什麼樣 油輪大 油輪就一次運輸 看運輸多少噸 幾十萬噸的 一艘油輪可以運那個 我們講的石油 幾十萬噸的 大油輪是這個樣 剛好在那邊做掐住 你看 它現在已經向東擴張到南海 為什麼它 波拉莫斯都會賣給菲律賓 跟菲律賓上有海上的 這樣子會有一些相互的合作 相互合作之後 那中國大陸要進入南海 這個人員往北送的狀況之下 它在印度洋可以做牽制 馬六甲海峽第二牽制 南海第三牽制 你看它有牽制路線的 有層次 這個印度洋牽制 馬六甲海峽牽制 南海牽制 它是有層次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 印度在這一方面 它是由海上來 海上牽制 海上牽制是最重要的 不是為了海權的爭奪 是為了人員的控制 是 那最後一個我要去講的 就是說 印度它現在 它不是裝置中國大陸 它的真正的敵人 敵手就是我們叫巴基斯坦 因為巴基斯坦他們兩個打過 中巴 這個我們叫印巴戰爭 打過三次印巴戰爭 以前的時候 東巴基斯坦就是現在的孟加拉 以前的時候也是跟巴基斯坦一起 是因為第二次印巴戰爭的時候 印度把巴基斯坦給瓦解 是這樣 所以他們兩個有四仇 我認為印度最大的敵人 它不是中國大陸 還是巴基斯坦 因為他們邊境上有這些爭端 而且還有空戰 我們在前幾年的時候 還有空戰 最重要的時候是歷史上的仇恨 當然宗教也不一樣 因為印度是印度教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是回教 是穆斯林 又不一樣 當然因為邊境的糾紛 因為歷史上這方面的這種戰端 他們兩個也是核武國家 都有 而且巴基斯坦在核武上面也講 我的核武器的數量 就是要比印度多10枚 因為它的地小 人也少 所以我們看 真正的印度的四首是巴基斯坦 其次才是中國大陸 好 除了關心印度的這些 和其他國家的政治上面的一些爭議關係之外 剛剛莊姬幫我們講得很清楚了 印度方面還掌握大陸的一個能源 特別是石油的一個經濟線 我來稍微講一下細節 因為呢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重要的海上石油航線 是被中國大陸在七成的原油部分 都被掌握住 主要就是因為它會經過這個 麻六甲海峽抵達中國大陸 剛剛將軍已經幫我們講到了 但是呢 印度的海軍目前控制在 麻六甲海峽的重要兩個港口 這兩個港口包括了第一個 安達曼群島 好 畫面上我們看到 第二個是尼科巴群島 藉此來阻止中國大陸的石油做一個運輸 委員您如何看這兩個島 真的能夠掐住中國大陸的海上遊路嗎 這麼做中方會怎麼做反制 沒有辦法 因為就在安達曼群島的北邊 大概四十公里處啊 有一個島嶼叫科科群島 是屬於緬甸的 這個島嶼已經租給中國大陸了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在科科群島大力建設 有人說未來中國大陸在那邊放什麼 這個軍事基地應該有的東西啊等等 所以安達曼群島可能要傷腦筋 它的頭頂上可能有一個很強大的軍事武力在那邊 而且這個跟這個緬甸 所要給中國大陸的港口 前段時間我們討論這個港口 緬甸要給它很接近 所以如果有從緬甸 那麼送進去中國大陸的話 那這個有科科群島的話 那印度也好啊 其他人大概就沒辦法了 因為那邊打的不是海戰 他們打的是飛彈戰 那未來如果說中國大陸往南啊 還要再開闢一個所謂克拉這個陸橋 或者克拉海峽 那那個地方的話 有了科科群島的話 中國大陸海軍也比較方便 是 那以中國大陸海軍的實力 又遠遠大於印度的海軍實力 所以這個印度要構成威脅 不如說美軍自己來還比較實際一點 那在馬六甲海峽本來就是因為新加坡的關係 新加坡美軍可以在那邊自由進出嘛 所以美軍控制馬六甲海峽的可能性還比較大一點 那在印度洋上面 要跟印度比的話 大概目前解放軍還不是問題 美國導致要擔心的是說 如果柬埔寨的雲朗基地 也變成解放軍的重要的海軍基地 那這個美國其他的這個海上活動 就好像北邊有個人蓋著它 那個可能在活動起來不是那麼舒服 那未來新加坡當然會採取比較中立的啦 你說要阻擋中國大陸70%的能源進出 這個比例會未來會一直下降 下降的原因是說 因為俄羅斯也是產油國家 那俄羅斯要用什麼方式把這個油送給中國大陸 現在還在研究當中 那量可能不一定變 那比例的話從馬六甲海峽就會下降 那未來如果是克拉運河也好 克拉這個路橋也好 能夠順利的話 那比例也會下降 我說馬六甲海峽比例會下降 那如果緬甸那一條石油的輸送管道 或者天然氣輸送管道 可以更順利的話 那這整個比例會一直往下降 所以中國大陸是有在 分散它的能源的供給的路線 供應鏈的安全 所以這個我想中國大陸 要只是憑印度來反制 可能印度人就像那個 一方兄講的 他們有這個想法啦 但是可能還是白日夢吧 好所以要控制這個馬六甲海峽 跟克拉運河兩個方案 其實都會 中國大陸會用降低風險的方式 找到其他的方法 那委員您如何看 同一個問題 印度它在孟加拉灣 安達曼海真的具備一個控制力嗎 還是純屬戰略上的一個推演 我們先講那個 所謂的安達曼這個海 這其實它叫緬甸 緬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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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非常大 它有差不多79.8萬平方公里 是台灣海峽的 可能大概十三十四倍那麼大 對 這是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海域 那在這個海域有關的國家 就是臨界的這個國家 你看 像孟加拉啦 然後像這個緬甸 然後像這個泰國啦 馬來西亞啦 印尼啊 包括新加坡 所以你說你要在這個海上 要去控制這麼大一個海域 然後我說其他國家都不動聲色 不太可能 尤其緬甸 剛剛志遠也講一個 他們叫做 腳漂港 腳漂港 中國大陸最近跟它簽訂了 99年的租界權 那個港口 你如果中國大陸未來在那邊 有沒有可能會有一些軍事的 軍事的一些作為 在那個地方 你現在緬甸十分五列 你不管是誰最後會起的緬甸的控制權 中國大陸在上面 是最大的影響因素 所以腳漂港 你說要怎麼樣 中國大陸一定在那邊 要有一些軍事上的作為 那你剛剛講到那幾個國家 其實你再往下看斯里蘭卡 漢班托塔港 中國大陸在那邊 也是99年的住戒圈 它在那個港口 是有出現過中國大陸的一些科研的船 但是科研船 其實很多都有軍事任務的 你說未來如果說你在那個 緬甸海那個地方 你印度要很積極的作為的話 中國大陸這些地方 它都有可能會下手 是 所以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海中是相通的 剛剛講到像巴基斯坦 那個那邊有一個港口 那個也是中國大陸的一個 等於是出口 它的力量也可以透過那個地方 往上走 進入波斯灣那一帶 或往下 一樣到達這個 這個什麼旋鑼灣也好 說印度 這個所謂的 我們剛剛緬甸海一樣 都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海洋是一個 很流動的一個觀念 不是說你臨近了一個大國 說我要控制這個海洋 然後這個海洋就自動歸屬於你 大概不是這麼容易了 是 謝謝 謝謝林委員補充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接著來關心的是南海衝突 持續升溫 中國大陸單方面在南海 實施為期四個月的年度禁於令 經過菲律賓外交部抗議無效之後 這回緊張情勢立刻上升 到了什麼 到了非國領導人的層級了 我們來看到 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是 這回是忍無可忍了 他表示菲律賓將會透過 對中國大陸所有聯繫窗口 來阻止咄咄逼人的行徑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什麼叫做聯繫窗口 這指的是哪一個國家或是誰呢 小馬可是還說了什麼 他特別強調 中國海警提出的新規定 恐怕導致外國人在南海 遭到拘留 造成局勢持續升級 真的是很令人的憂心 另外一頭我們關心的是 中國大陸的1.2萬噸的海警 5901號都出動要抓人了 菲律賓老大哥 美國卻指派了太平洋艦隊司令 搭乘巡 耗枝耗枕以下的俯視整個南海 美國沒有其他招數了嗎 到底怎麼回事 今天我們來一次做關注 好先來看到 小馬可是剛剛說的 所謂的聯繫窗口是指誰呢 大陸派出全球頓位最大1.2萬噸海警船 5901是否真的出來抓人 如果真的抓人了 小馬可是會如何來做反制 林委員 第一個我是覺得 中國大陸其實在南海問題上 其實是很謹慎小心的 他曉得美國是設了兩個圈套給他 一個在台灣海峽 一個在南海 你中國大陸你越強勢 我美國在這個地方 就越有理由 拉攏這些相關的國家來對付你 所以中國大陸你去看他真的謹慎小心 這些船如果他真的要去撞他們的話 菲律賓的小艇 每一艘都被他撞成 中共大陸其實不太這樣做 所以他還是有保守 還是有謹慎小心的那一面 你說他說現在要抓人 要把這外國人把他抓起來 外國人當然是菲律賓人嘛 我認為他不會這樣做 他不敢是不是 我認為他不會這樣 不是不敢 因為他是看整個全局 他擔心這樣做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就中了美國人的圈套 是 美國人挖一個烏克蘭 給俄國跳進去 那你現在在台海 你現在在南海 這就是美國準備另外兩個陷阱 等著你跳進去啊 這是美國洋魔 它不是陰魔啊 因為三歲小孩都看得清楚 這就是美國設的局嘛 菲律賓怎麼會突然間變得膽子這麼大呢 當然美國在後面 撐腰 撐腰跟鼓勵嘛 所以我島 我島部認為 那個地方會 會出現 這個很大的雙方對峙的 這樣一個問題了 那美國自己要小心保守的一面 因為現在 烏克蘭戰爭還沒有了 然後現在加薩走廊戰爭也沒有了 拜登一個頭兩個大 要競選 11月就要選總統了 對現任的總統來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保持某種程度的緊張 對美國有利 對總統選舉也無害 但是搞得太緊張 就是要濱濃相見的話 我告訴你 美國人民馬上就會緊張 對 美國股市一定會跌 對於拜登來講 這個不利於他的選情 他現在選情 川普翻案累累 他竟然跟他選成平手 有時候還輸給川普 好幾個百分點 所以拜登其實 並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他不想分這個心 他只想趕快把 加薩走廊問題給解決掉 讓他的票 年輕人的票 可以回流 阿拉伯伊的這些票 可以回流 我在想的是這樣 所以他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認為 他給菲律賓一些鼓勵 但是也給他一些限制 就像他們對賴清德的一樣 你大概就可以 你要動作做到什麼樣 你的話講到什麼樣 就給你發一條紅線給你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裡 我看不出短期間會怎麼樣 但有一件事真的大家要注意的 其實不是現在馬可市 開始想在增加菲律賓的國防力量 都特地就開始了 馬可市是2022年才上任的 2021年的時候 這個菲律賓就像以色列 下了快速的飛彈快艇的那個訂單 你知道有多少艘嗎 九艘 六艘已經交貨了 從都特地的開始 只是這個人比較聰明 他話不想講得那麼滿 他該做的動作都在做 他們跟以色列買到坦克 坦克也買了 雷達也買了 就光跟以色列就買了很多的武器系統 我在這邊真的要把它唸 大概唸不完 也就是說其實菲律賓 從都特地開始 他們就準備要強化他們的國防力量 當然也有美國的支持 那你去看 日本也把一些他用過的一些的武器 就傳艦也傳交給菲律賓 所以我比較 不是說擔心 我比較認為說 這個局勢會要比較緊張 就是菲律賓要向印度人有那種自信 他如果建軍到一個階段 比如說愛國者飛彈 現在已經部署在 這個克拉克空軍基地附近了 然後他還有這個 這個其他的一些 像什麼苔粉這樣的一個發射器 它可以發射一些長側層的這種武器 包括這種飛彈火箭 像這些東西如果慢慢多起來的話 我認為菲律賓人就可能被鼓舞 他們在南海的態度就會變得更加的 囂張 強硬囂張 那個大概才是 那個時候南海局勢大概就會變得更不穩定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菲律賓近期不斷 近年來不斷的加強在軍事上面的力量 針對這個部分 中國大陸的部分 剛剛委員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不要中美國的圈套 所以在中非的問題上面一直都很小心 然後非常的淡定 我們來看到外交部的發言人毛寧 果然他針對這個問題 他就是顯得比較淡定 他特別指出在南海局勢升級 頻頻挑釁的不是中國方面 而是菲律賓 他也表示對話溝通的大門是敞開的 但是對話他說要有誠意 不是口頭上對話 行動上不斷的挑釁聲勢 蔡委員您如何看 誠意這兩個字 剛剛發言人毛寧他所說的 這個是什麼意思 毛寧自己已經給答案了 誠意就是行動上不要挑釁 現在在仁耐礁上不算挑釁 就中國立場來講 這絕對是挑釁 在黃岩島上是不是挑釁 也是挑釁 就是你很多人動不動 就要到黃岩島上面去登島 或者到仁耐礁上去補級 那補級還要送很多的建築材料 可以固化那一條馬德雷三號的破船 不要解體 這當然對中國大陸來講是挑釁 那如果你沒有這些動作 那就沒有所謂挑釁可言 比如說前段時間不是還跟一個軍方的 少將還中將達成協議 你補級船一隔月可以來幾次 補級的東西可以有海警船護航一艘 那東西不可以有這個 日常生活用品以外的東西 不就講好了嗎 後來他們就說沒錯意思 然後錄音帶一公布 就說哎呀你洩漏秘密 反正話都他講完了 這就是挑釁 不願意種下來把問題給談清楚 還是說你如果不是要這種常態狀況 只是一個經常性的補級 你還要搞東搞西 中國大陸當然會覺得你在挑釁嘛 那有在挑釁就怎麼會有誠意 那沒有誠意怎麼談嘛 就只好一直僵直下去啊 那一方講對啦 中國大陸第一個也不會 這些失太大的這個壓力啊 就是外面的話你就噴噴水 到了島上的話我就把你抓起來 那抓起來就當非法移民一樣來處理 非法移民沒什麼嘛 我們台灣不是淨如一大堆嗎 那美國 美國是可能全世界對非法移民最殘忍的一個國家啦 那美國有什麼權力批評別人呢 那現在這個中國可能讓步嘛 我覺得一方講得很好 就是中國就是說 哎呀你只要客氣一點喔 一切都好商量嘛對不對 那你又不是商量整天把宣傳做那麼大 對不對 好像你這個獲得什麼了不起的勝利 那你不給我面子 我怎麼會覺得你有誠意呢 對 是好我們看到菲律賓他不斷的挑釁 其實重要的原因之一 除了剛剛林委員幫我們提到說 這個軍武上面的加強之外 背後當然還是有美國老大哥的撐腰 美軍的部分做了什麼 5月26號公佈剛結束的這個新加坡訪問 剛結束的新加坡訪問的10萬頓級的這個航母 羅斯福號呢現在正在南海執行 他的航行任務 第七艦隊也在做他的例行任務 包括的在飛行甲板上面的演練 另外呢也針對海鷹直升機 還有畫面上我們看到F-5A-18 超級大黃蜂的戰機來進行相關的保養 好如果從結果上而論 我們看到羅斯福號為什麼沒有辦法 對中國大陸的海景產生威嚇呢 第七艦隊在南海主要的威責力又是什麼 將軍如何談 對羅斯福號原來上 它是一個戰略展示的一個作戰平台 因為它的動箭觀瞻 十萬噸上面有四千多個官兵 再加上它打擊群 那個巡洋艦 飛彈驅逐艦 還有飛彈護衛艦 還有下面的核子動力的攻擊潛艦 都在下面 它是一個作戰體 一個作戰組織 不是一個作戰的單元而已 它是一個體系 那它在南海這個地方 在這邊做巡弋 它有幾個 航空母艦有它的一個長處 因為它畢竟是攻擊力 戰隊的力量是很大的 但是它也有它的短板 那它的短板在南海當中 有的時候不見得能夠適應 是 第一個我認為時間會在中國大陸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航空母艦它不是停在那個地方 它四千多個官兵 弟兄 航空母艦是要在海上巡弋 而不是固定在一個地方 你看所以它為什麼 一要到日本 羅斯華到日本 又到南海 又到新加坡 它要跑來跑去 不能說固定在我們講的仁愛礁 再固定在黃英島那附近 它如果是固定在那附近 那幹嘛要用航空母艦 只用家常用巴拉旺島上面的 空軍基地就可以了 幹嘛用航空母艦 所以它是流動的 流動的作戰平台 所以流動的作戰平台 那就對這個南海的主權上的糾紛 它只有階段性的時間控制 階段性的戰力投射 是這樣 不是長時間 長時間用機場就好了 幹嘛用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是非常昂貴的 第二個我們知道 它有戰略限制 你看中共的航警團在那邊做執法 航空母艦可以做起替嗎 沒辦法做起替嗎 航空母艦它就是最一個 一個主權的伸張 戰力的平台的伸張 是這個樣子 那它對這個海警船 哪怕是外面海警船 它就變成殺雞用牛刀 殺雞用牛刀還不太好用 怎麼是下手 沒辦法下手 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戰力那麼強 對的是海警船 哪怕是外面海警船 還是只有三千噸級海警船 航空母艦對它來看 根本沒辦法 我們知道 就不知道怎麼下手 對 就不知道怎麼下手 這個大象碰到老鼠 不知道如何下手 因為它會鑽 它會跑 它會跳了 因為大象它很笨重 航空母艦它光 掉一個180度 那就很費時間了 它整個掉洞 那老鼠一轉就過來 但是航空母艦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在這個地方 場域做 它的戰略的價值 戰略的效果 戰略的投射 是相對的限縮 第三個我們一看 這個是一個反消耗戰 因為航母的成本高 對 而且它的油耗成本相對 當然它很動力 但是問題是旁邊的這些 巡洋艦 飛彈驅逐艦 還有飛彈護衛艦 包含潛艦 這個都是消耗 對 那它在那邊待得越久 消耗越多 其實中國大陸 因為這個 我們叫做主壁島 永俗島 還有美濟島 它都已經建設完成了 它以易代勞 都是島嶼已經變成填礁造島的 這個固定的基地了 它可以氣令神賢 隨時都可以做投射 反而航空母艦變成一種 我們不要講是累贅 就是說在戰略上好像副手副腳 對 你就在這個狹隘的水域中 副手副腳 那中國大陸5月15號 已經公布了這個 我們所說的海警機構 執行程序 他就講過了 那從6月1號 公布半個月 6月1號就開始會抓人了 抓人要關60天兩個月了 是這個樣子 那開始要實施了 那航空母艦它不是一個執法的單位嗎 海警船 或者是美國的海岸巡防隊 或菲律賓的海岸巡防隊 這個是執法 是可以的 它是維權的 維權不適合執法 不一樣的 性質不同 那這個 它的這個戰略打擊 打擊不了 不跟這個執法 又南緣北側 所以航空母艦 在這個地方是相對限縮了 是 謝謝 謝謝將軍的補充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接著我們來持續關心的 是美軍印度洋太平洋太空司令部的指揮官 他準將 他特別宣布了 將會 我們來看到畫面上 將會在駐日美軍中設立一個太空軍組織 和當初駐韓美軍太空軍的規模是相當的 是八個人 太空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保護美國和盟友部隊 他特別提到了 不受到中國大陸的殺傷戀 好 往比的地方我們來看到危害 殺傷戀就是共軍尋找定位追蹤接戰 評估目標的一個能力 好 目前我們帶大家了解 太空軍是美軍即海陸空還有陸戰隊 防衛隊的第六個軍種 好 特別來關心這位指揮官 高調宣布八人的太空軍成立 專家說目的就是要弱化 中共火箭軍加速部署東風17 還有在東風100兩個型號的飛彈的速度 八人編制的太空軍要如何瓦解這兩款飛彈的攻擊力呢 將軍怎麼看 這個太空將來就是太空來控制航空 因為太空畢竟它是在地球的軌道上面 那現在地球軌道它將來是以高來自低 變成這個狀況 那現在太空變成大家所爭取的高邊疆 太空上面將來的雷射武器啊 將來會越來越成熟 如果在太空中被這個部署雷射武器 我們知道在30年前雷根時代的時候 就有星戰計畫 Star War 那現在的話雷射武器慢慢要成熟了 電磁軌道炮慢慢成熟了 這兩個又很輕便 而且現在是AI的時代 複合材料的時代 3D鏈印的時代 要做太空這些人造衛星跟太空武器 比以前方便多 而且廉價多了 AI晶片就是 它是輕型化 而且以前的衛星有事沒事就500公斤 現在不用了 現在微型衛星5公斤就夠了 像一個便當盒那麼大 就順便那個微型衛星了 所以為什麼變成一星 一彈20星它一顆這個我們講到這個 火箭就送20顆 各大小 就是不是大巨型 中小為三種不同的衛星 因為真的它的用途是這樣 換句話說太空高地是大家來爭取的地方 從太空 太空上沒有任何的空氣可以做組合 雷射武器最好 因為太空中是沒有雲 雷射武器最怕雲 最怕霾 最怕霧 太空中是這些都沒有 完全從太空中 而且太空沒有任何的 可以遮蔽它 直接從太空中攻擊 你這些飛機一樣 導彈射上來 進入太空軌道的 進入對手軌道 然後再回到大紀人 進入攻擊目標的時候 人造衛星就把你直接在空中給你做摧毀 用什麼 用雷射 這不是用炮彈 用火炮 或者是用地面發射的這些火箭 不是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太空的領域是變成非常重要 那現在為什麼只有八人 八人只是個聯絡平台而已 在韓國聯絡平台 在日本聯絡平台 真正的厲害的是在美國科羅拉多總部 它是聯絡 把它訊號過去 科羅拉多控制一切 我們可以在伊拉克戰爭 其實最早的時候 我們可以推到海灣戰爭 就是波灣戰爭 那個時候 美國的攻擊的什麼 還有那無人機 它不是現戰場控制的 美國下達那個指令 是在美國本土 是這個樣子 它這美國本土即使收到 透過人杖衛星收到這個 馬上收到這個 我們講的所有的作戰資訊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這個不是人數的多寡 人數的多寡 人數比較多 作戰平台只有它一個基本的編阻 發揮它的功能 把這些相關的資訊 還有它這些跟韓國 在日本的話 跟日本相關的這些作戰部隊 所有的需求 把這些相關的資訊整理 中整完畢之後 再給它在科羅拉多它的總部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太空軍 它也是人不太多 因為太空畢竟 它人造衛星 還有這些人造的這些 將來的這些雷射武器 或者是電磁軌道炮 將來還會用到上面 現在還不會 因為電磁軌道相對的 它的吃電量重 沒有辦法克服 耗電量大 到現在為止沒有辦法克服 所以有一個很好的蓄電 或者太陽能板 是一個高效度的 那可以 到現在為止沒辦法突破 所以我認為雷射武器 會被廣泛用 但是維射武器很簡單 它只要聚焦就可以了 而且它可以 只要是鎖定的時候 同步 它的補償 現在經過AI技術的改良 它的補償非常到位 就是你跑到哪裡 我就有速度補償 隨時捕捉到你 很清清楚楚的 你沒辦法遁形 那這樣的話 你就算是有一些彈道飛彈 從空中做捕捉做摧毀 源頭做打擊是另外一回事 在太空中就做摧毀 最後面的時候我們講到的 就拿其他的這種反彈飛彈來做摧毀 所以將來太空中在太空擊殺 因為所有的彈道飛彈 最長的時間是在太空中飛行 彈道飛彈 我不是講巡飛彈是天海掠海或掠地 不一樣 那在這個彈道 尤其是彈道飛彈 在太空中做擊殺 是最重要的階段 因為這是一覽無遺 沒有任何的地障 或者是這種天氣的障礙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人不在多寡 而在一個我們講到的 完全透明跟無縫隙的通連 是 教訓您幫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太空軍從這個太空中 就可以針對彈道飛彈做攔截跟摧毀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太空軍的建立 其實都是看準說 中共火箭軍現在加速部署 剛剛講的兩款 包括了東風17跟東風100等飛彈 來做強化 我們也看到這個中共的火箭軍 一整年的人士整肅 都在進行當中 現在戰力到底已經完全恢復了嗎 林委員怎麼看 這種整肅上就是對高層的人員 因為貪污也只有他們這個能力 也只有這個膽子 所以這些對整個部隊的援助來講 基本上影響不會很大 你拔掉一個人兩個人 你說拔掉一個陸軍走勢力 你說這個陸軍就貪了嗎 也不會了 剛剛這個富士林講得很好 就是說太空站 它用雷射 這些東西來攻擊地面目標 幾乎是百發百中的 當然剛剛也講過 就是說最主要是 你有沒有辦法集結到這麼大的 這樣一個能源 這樣發射出去 還有一個 其實全世界有三個國家 有反衛星的能力 美國 蘇聯跟中共 而且他們都有做過這樣的一個實驗 成功的實驗 也就是說 戰爭以前知道太空站的厲害 一定會先發射導彈 彈道飛彈 直接把你太空站給摧毀 所以到時候你就看看 你太空站 是導彈先打到你 還是你先用雷射把它給摧毀 把它攔截下來 這個它一定要做 因為未來的戰爭 已經這個孫子兵法都講過 孫子講過 三戰者動於九天之上 所以你在上面往下打 那這個是 就是哪怕丟一個千球 造成那個傷害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個是要注意 導致我想講一下那個 東風17 當然是一個高超音速的飛彈 這個大家都比較了解 這個東風17 它就是旋律飛彈 所以它幾乎是貼著海面 貼著地面飛行的 所以雷達是不容易彈測的 第二個呢 因為它的速度非常快 你要跟它拿什麼來比 你要拿戰斧飛彈 美國的戰斧飛彈 它就是打一千兩百公里 這一款呢 這種飛彈 東風100 可以打兩千公里 所以整個第一導力 全部涵蓋在內 第二就講到速度問題 因為速度很重要 它是吃音速的飛彈 所以戰斧飛彈呢 它大概就是0.7馬赫 音速的0.7倍 可是這一款呢 所謂的這個東風100 如果目前顯示的資料是正確的話 它的末端 在末端導引它的時候 它的最後的它飛行的速度 可以到達音速的4倍 請問你怎麼攔截它 對 如果它打一個水面目標也好 或地面目標也好 音速的4倍來打你的時候 你真的要攔截它是真的非常困難的 然後你要發現它也不容易 因為它貼著水面這樣在飛行嘛 貼著地面這樣在飛行嘛 所以這一款我倒覺得 是比較值得要去注意的 不管距離也好 而且它的導引的方法很多 光學對不對 雷射這些導引 所以它有多種導引的方式 可以不停地變換 所以你真的要攔截它是滿困難的 美國現在很擔心中共的導彈 剛剛林委員已經幫我們說得非常清楚 不過我們也要來關心說 美國到底建構太空軍首要敵人是中國大陸還是俄羅斯 等一下請蔡委員帶我們來看 我們先來看到一個最新的統計數據 是來自於優斯科學家聯盟做的 在去年的數據顯示 全球目前共有超過7500顆的運行衛星 繞著地球來做運行 這當中特別來關注到 是所有繞地衛星中有5000多顆啊 現在是美國擁有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來做商用來做使用的 近年來我們來看到競爭對手 中國大陸則是一直在增加它的衛星發售量 現在達到了628顆 其次呢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 俄羅斯的部分現在不到200顆 CN座的報導說 美國情報部門暗示 俄羅斯正在開發反衛星武器 試圖反制美國衛星的優勢 當然了俄羅斯方面是否認 委員您如何看 美國主要的敵人到底 首要敵人是誰 美國的太空軍喔 最早還不是獨立軍種 就是在美國的空軍底下 就有太空軍的設置了 那是1982年 1982年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俄羅斯 不會是中國 對 可是後來啊 到了2019年 正式組建成太空軍 這個時候應該是對中國跟對俄羅斯 那現在可能會對中國 比重會比較高 因為中國大陸啊 最近已經找了三家民間企業 去向這些國際組織啊 去申請了這些衛星的許可啊 那整個計畫裡面總共要送上去三萬顆 嗯 三萬顆 一家公司一萬顆 三家公司三萬顆 他講的是 我用這個藍箭 它有個火箭是來可以來回的 Chanel SpaceX 對 可以來回兩次到五次 那請問你一下 它的基地那麼多 每天都在發射 像這兩天不是我們台灣有發射什麼 大陸發射太空什麼衛星的東西嗎 就人家找出公告了 那個是幫巴基斯坦商業市發射的 他自己就要發射 光這三家公司三萬顆啊 那請問各位 美國不是要應付俄羅斯嗎 一定是應付中國 擔心商用的變成軍用的 擔心商用的會變成 有些武器性質的 所以 美國的太空軍當然是很緊張 不過 基本上 太空盡量發揮作戰的實力 還是要靠空軍啊 還是要靠空軍 因為目前美國的太空軍 大概還比較限制 有一點什麼網路作戰啊 太空軌道作戰啊 這些東西 那整個軍種 雖然是獨立軍種 預算啊 人員還是沒有 美國空軍來得多啊 所以他真的要攻擊性 還是要依賴美國空軍 是 謝謝 謝謝委員的補充 導演 線 掌握全球觀點 近戰環球打進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